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竖一起离奇的案件 王海君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 有一天呢 却被发现死在了一个巷子里 经过调查 杀害她的竟然是一个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呢 身家不菲 说白了 还是个富泰 那么这两个人之间怎么会有交集呢 这起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让警方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还不止于此 因为在这起案件中 还隐藏着另外一起让人不可思议的案件 一天清晨 37岁的男子王海君被人发现倒在一个巷子中 已经死亡 接到报警后 警方当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与此同时 王海君的家人也闻讯赶了过来 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证据 以及对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进行分析研判之后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那就是34岁的女子李某琴 当警方找到李某琴的时候 发现李某琴也深受重伤 我老婆当时给我打电话说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还受了伤 当时说话是断断续续的 我回了家以后她就昏迷了 我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当得知 妻子和一件命案有关的时候 李某琴的丈夫懵了 这对于她来说 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 我还一个劲跟人家警察叫我 我说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我老婆傻样我还不清楚 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止李某琴的家人反应激烈 就连办案民警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任谁也想不明白 李某琴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 怎么就能和一起凶杀案联系在一起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让所有人都想不通 以李某琴的身份和条件 怎么就能和王海君有了交集呢 这两个人的身份差距 那实在是太大了呀 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 她性格虽然有些任性 但心肠不坏 李某琴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 家里就这么一个独女 从小到大 李某琴自然是 极万千处碍于一身 结婚之后 李某琴的丈夫 在岳父岳母的帮助下 也开始做起了生意 而李某琴就做起了家庭主顾 我工作忙经常不在家 她一般都跟她的好朋友 出去逛街买东西啥的 她身边相处的那几个朋友啊 条件也不错 在我印象中 她从来没有跟社会上的人有过来往 经过几年的发展 李某琴家的生意有了很大的起色 一家人一事无忧 可以说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 而李某琴也成了众人眼中的富太太 她胆子特别小 我记得我们结婚那会儿 有一次我们去旅游 她被一只老鼠吓得哭了一晚上 我当时抱着她一个劲的安慰 家庭主妇 有钱 好心眼 但是胆子小 这些可以说是犯罪嫌疑人 李某琴身上的所有标签 也难怪 大家都不会相信 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那么这起案件 真的是李某琴做的吗 如果不是她 那警方为什么会找到她呢 可如果真的是她 那么她和王海军之间 又有怎样的恩怨呢 在李某琴昏迷期间 警方也围绕王海军展开了调查 我这个哥呀 整天鬼说六道的 说是打工的 具体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后来就听人家说是 跟社会上的一些人鬼混 哎呀 整天是不务正业 王海军的弟弟说 哥哥从小到大 总是惹是生非 惹过不少乱子 父母也曾多次 和他耐心沟通过 可王海军没有丝毫改变 整天在外面就是胡作非为 有一次有四五个年薪候生 就去我父母家要钱去了 说是我哥欠下的赌债 在这之后 王海军就很少回家了 看到儿子成天不务正业 王海军的父母也就不再管他了 直到有一天 王海军突然回到了家中 你知道他当天晚上干了个啥事 趁我父母睡着了 把家里我家那个木箱子给撬了 里面我父母辛辛苦苦 种地一年的钱 全拿走了 真是千房万房 家贼难忘 这个王海军呢 按照家人以及认识他的人说 那就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 没有固定工作 整天不务正业 李某琴呢 虽然说性格上有些任性 但是生性胆小 他从小家境殷实 现在丈夫事业有成 这样的两个人 怎么就能扯上关系呢 然而警方接下来的一个发现 就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 女人多次给男人转钱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又过了两个月 也就是四个月前吧 又前前后后 给那个男的转了三笔 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 为何会让他身不由己 唯命是从 妻子的闺蜜遭受侵害 李奇命案里 竟然隐藏着 暗中暗 我刚进门 他就跟着我进来了 他拿刀威胁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没有人知道 李某琴和王海君 是怎么有了交集的 就在所有人 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李某琴和王海君 竟然有过好几笔金钱交易 六个月前 我老婆给他转过一笔账 是直接拿银行卡转的 分了两笔 一共转了二十万 李某琴 为什么会给王海君转账呢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笔费用 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紧接着 民警就发现 李某琴给王海君的转账 还远不止这一笔 又过了两个月 也就是四个月前吧 又前前后后给那个男的转了三笔 一笔五万 一笔七万 还有一笔是十万 一次比一次多 六个月的时间 李某琴一共给王海君转账四十余万元 这样的一条线索 给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迷雾 李某琴为什么要给王海君转这么多钱呢 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难不成他和王海君之间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呢 可假如事情真是这样的话 他又为什么会把王海君杀害呢 随即警方又对王海君以及李某琴的行程轨迹进行了分析研判 那个男的在一个酒店有两次开房记录 一次是三个月前 还有一次嘛 就是案发的前一天晚上 监控上我看见我老婆也去了那个酒店 而且还进了那个房间 唉 这件事我也实在是不想多说什么了 有哪个男的能接受这种事啊 这样的一个消息 让李某琴的丈夫有些难以接受 看来 妻子和这个叫王海君的男人 果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正在这个时候 王海君手机上 没有来得及删除的一段视频和一些直言片语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而当李某琴的丈夫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瞬间欺诈了 那个男的还拍了我老婆的一些视频 就是酒店里的那些视频 那个男的给我老婆发的一些信息 好像意思就是说 不给钱就要把视频发给我 或者是他家里人 反正就是我老婆就是被威胁的 是被强迫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一些线索 民警推断 王海君可能就是以视频相威胁 逼迫李某琴就范 让李某琴一次又一次的给他赚钱 可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警 这李某琴和王海君 他们是怎么接触上的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李某琴为什么不选择报警呢 他只是担心名誉受损吗 还是说有什么把柄抓在王海君的手里 让他有些投鼠忌器呢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啊 还有一个问题让民警 以及李某琴的丈夫想不通 那个男的开房记录显示的时间最早是四个月前的 后面三笔钱都是我老婆在这个时间以后给他转的 如果说他是这个时候拍下我老婆的视频进行威胁的话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老婆为什么要在六个月前还给他赚了一笔二十万元的钱呢 难不成李某琴与王海君一开始就认识吗 然而警方围绕李某琴身边的朋友进行调查时 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王海君 更没有听说过李某琴与王海君有过什么关系 这个人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条条线索浮出了水面 然而这些线索汇聚起来 却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根据李某琴朋友的反应 李某琴之前似乎和王海君并不认识 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王海君有了联系 这一点在李某琴清醒之前是无法解释 其次就是六个月前的那笔转账 警方通过调去李某琴的银行流水之后发现 两人在此之前并无经济往来 难不成两个人就是在六个月前才有联系的吗 可是究竟因为什么李某琴要给王海君 这么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一次性转账二十万元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民警在李某琴的手机上又发现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又将这起案件引向了另外一个秘密 视频里的那个男的拿着刀威胁那个女的 还说不听话就弄死你之类的 还强迫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是一边哭一边哀求她 能放过她 这是一段一名男子强迫一名女子发生关系的视频 里面只能看到被侵害的女子在不断的哀求 然而当李某琴的丈夫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我知道她 她是我老婆的闺蜜 她和我老婆的关系是一直很好的 她们是高中同学 从上学到现在 关系是一直不错的 李某琴的丈夫说 视频当中被侵犯的女子 正是她妻子的闺蜜杨丽 杨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没有孩子 与前夫离婚之后 就一个人住 李某琴和这个比她小一岁的杨丽 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好 可以这么说 她们俩就像亲姐妹一样 有什么心理事都和对方说 我老婆自己买个衣服啊 包包啥的 也会给杨丽买一个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李某琴手机里发现的这段视频 里面的受害女子 竟然是李某琴的闺蜜杨丽 在视频里 任由杨丽如何求饶 犯罪嫌疑人都不为所动 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李某琴的丈夫啊 神情变得异常的痛苦 那么对杨丽实施侵害的这名男子是谁呢 杨丽在案发后 为什么也没有选择报警呢 还有啊 这样的一段视频 为什么会在李某琴的手机里呢 难不成这个事情和李某琴还有这关系吗 带着诸多疑问 民警当即围绕杨丽展开了调查 当民警找到杨丽的时候 杨丽的神情呢还有些恍惚 直到现在他都无法面对此事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由于对杨丽实施侵害的男子进行了伪装 再加上呢 当时处于荒案之中 杨丽并没有看清犯罪嫌疑人的长相 现在要想破案 警方只能找到将视频发给李某琴的人 案件到了这儿 变得更加匪夷所思起来 这起杀人案当中 竟然呢 还隐藏着一起强奸案 两个女人两段视频 这当中还有哪些秘密呢